开始我们的二十五课 二十五课也是第一期最后一课 这一课我们讲一下 大家非常想知道的就是怎么改Od 在论坛上很多人就问这个问题 就特别想改一个自己名字的Od 是吧 很有这个成就感 然后自己加一些自己想要的软件 插件 然后写上自己的名字 很帅是吧 然后但是这个问题遭到很多大神的这种 就是不告诉你 怕这种版权太多了 所以也很保密 这次我给大家讲一下 其实没有多难 其实没有多难很简单 再有就是咱们接触一下这个 为什么让你们好好学编程呢 因为咱们下一期 就要用到编程的基础 好我们先看这个 看这个Od Od原名 Od debug 对吧 我们看着它原名 记好记好 大写的O 然后小写的L L Y 大写的D 然后小写的BG 对吧 我们记住它 好 然后右键载入 用这个U1 DIT32 载入它 你也可以打开这个U132 然后 把这个图标 Od图标直接拖到这里边 然后我们在这选择 查找 查找 搜索里边的查找 也可以直接用快捷键Ctrl加F 这个Ctrl加F 是在所有程序里 基本上都通用的 没有一个程序说 它的搜索是Ctrl加什么S什么的 没有 基本上都是默认的 都是Ctrl加F 就是搜索 好 我们继续 输入这个 因为我刚才调试了一遍 调试了一遍 所以我这边有记录 大写的O 小写的L 然后大写的D 小写的BG 然后把这个搜索ASK点上勾 然后向下搜索 然后点下一个 搜索ASK点上勾 向下搜索 然后点下一个 看我们找到了第一个 对吧 但是我们这一刻呢 讲的是修改标题 而不是修改里边的信息和提示 什么蓝箭八道一得对的 我们就找标题 所以我们找下一个 F3 F3是下一个 然后我们F3 就用快捷键操作了 就不用竖标了 竖标太麻烦了 一个一个的F3 一个一个的 别着急 慢慢看 慢慢看 如果你想改的彻底一点 那你就把这些东西都改成你的名字 但不要过长 不要修改的太长了 把超过它字符串的个数了 那就不好了 容易出刷 我们继续F3 看到了吗 就是这里 就是这个地方 你看到了吗 onlydebug 点onlydebug 两个名字在一块 两个名字在一块 连续的中间就一个点 这就是标题 这个就是标题 然后我们该怎么办呢 修改第一个 点前边的 让我们改一下 打错了 修改一下 然后打上横 对 然后后边的不用做 后边的别动 别动 我们保存 然后我们从命个名 就用我们的 就用我这个名来命名吧 比如说我要修改一个 我的专属欧利 是吧 看到 刚才我保存的时候 你看 这个里边保存的时候 我们倒回去 重新看 倒回去 倒回去 另存为文件 文件另存为 或者F12快捷键 直接就另存为 然后这里边 你看 它是因为 因为是所有文件 暂停 因为底下 你看保存类型 因为是所有文件 星点星 它这个时候就是所有文件 所以你要添加一个扩展名 你要不添加扩展名 它就没有扩展名 没有扩展名 就是 就是系统不知道你这东西 应该是用什么方式来打开 所以就是那样的图标了 所以就你看后边 你看我导出 所以就是现在这样图标了 文件类型就是文件 因为它也不知道你这是什么玩意儿 你没有给它扩展名 系统不认识 所以我们在 在这保存的时候 就应该加一个.ese 你看这些可执行文件 英文程序都是.ese的 看我改一下 改一下 在名字后 加一个.ese 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我们看现在这个标题就已经变了 就变成我的名字了 对吧 啊 属于自己的专属欧利就出炉了 然后你的配有一些啊 你看这些图标其实也可以改的 大家可以 看这什么 呃 发挥想象啊 改一下图标 改给这个提示窗口的那个 对吧 比如或者这儿 都是可以改的 全是可以改的 想想办法 啊 还有什么能改的 然后结合上一课那个给软件整容 那个是吧 咱们也试试 这种那种方法能不能改Od 咱们都尝试一下 再有就是 嗯 还是要重复这句话 每一课学的知识 不是针对 不是针对这种方法 你比如说 我们还要拿 还要拿 哪一课举例子呢 嗯 对 第三课 那第三课 第三课的 这种带壳 带壳破解 不是说所有的软件 F9运行以后 就是Od载入软件 然后F9运行 输入40100 就能找到解码段 不是这样的啊 有的 有的程序 它不是这个段 你明白吧 所以咱们还要 呃 看情况分析 嗯 我这课 我这我这个 第一期讲完了 我也没讲那个 怎么能看 程序的机制 就是那个 断地址 是吧 也没看 如果大家对这个 断地址有问题 有疑问的话 你比如说 那个修复 BC++的那个 需要手动寻找 那个IAT 对吧 然后你就要知道 断地址 和便移地址 有人对断地址 可能就分不清 什么是断地址 怎么找断地址 如果说你分不清 那你就在咱们VIP群里边问一下 或者直接问我 也是可以的啊 我会给你讲一下 怎么怎么找这个断地址 然后可能我会也会在 嗯 下一期或者说 或者说我单独录一个视频啊 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寻找断地址 或者我是我在 常见问题或者脱壳类的 这个教程里 也会给大家讲一下 关于断地址 和便移地址啊 这个问题 嗯 然后我要说的是 对 说的就是这个断地址问题啊 我上面用的是40100 不代表所有软件 就全是40100 不要照搬我啊 你要知道 我找的是断地址啊 找的是机制 他的机制 他的这减码段 是40100 也许你换一个程序 就碰巧了 大部分都是40100 只有你碰巧的 那个程序它不是 那你可能就找不到了 对吧 嗯 所以还是那句话 想想我 嗯 之前一直重复的 你学了一个技 学了一个技术 你不是照搬我的 你照猫画虎 你也得动点脑子 是不是 你照猫画虎也得动脑子 你不能完全的跟我一模一样啊 嗯 还要重复一遍 那个女朋友的问题吗 是不是 女朋友的问题 你要弄错了 不是挨骂了吗 就跟程序一样 你弄错了 不是 那你肯定就就不能破解 对吧 嗯 不是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意思 呃 第一季也完了 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呢 呃 可以在群里讨论一下 然后实在不懂的 可以再问我 呃 然后 我建议啊 这个教程不要看一遍就完了 所有东西都不是你一遍就能看会的 你包括看电影 看电影 你在电影院看完一次以后 然后如果有机会再看一遍 你会理解的更透彻 对吧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电影这种 这种感觉 就是你第一次可能就是 印象不太深 但觉得挺好玩 啊 第二遍你才彻彻底底的把这个电影给摸透了 然后 这个教程学习也是这样 你第一遍看完了以后 你可能大概 理解了 问你什么你都知道了 但是如果你要看再看第二遍的话 那真的是理解的很透彻 明白我的意思吧 所以大家 有时间的话 我建议你啊 从头到尾 认认真真的再看一个第二遍 啊 一遍是不成的 没有什么东西看一遍就就会了啊 再有就是 如果说你看完两遍了 真的是认认真真的看完两遍了 那你就网上找一些软件破解啊 咱们可以尝试各种方法 你比如说我这25克的课件 对吧 用25克的这种技术 用各种方法把这个课件啊 破解一遍 各种方法 你别跟我一样 我第三个 比如我第三个讲的是 那么那么破解 你就也用那么那么一个方法破解 然后其他方法也不是了 那没意思 对吧 你其他的东西都没用到 你完全是在复制我 我第三个那么破 你第三个也那么破 就不能用第一个第二个方法那么破吗 对吧 有人可能会问 那第三个怎么用你第一个第二个方法破解 我之前不是讲过一次打捕铃吗 对吧 你们可以利用那种方法实验一次 对吗 所有的程序都用答捕铃的方式破解一次 多练习 不要不要会了就就关了 然后扔在那很久不动 然后再有就是好好学 这个编程 咱们第二第二期呢 要讲到外挂与网络验证的问题 咱们需要编程的基础啊 那这个时候就用到编程的东西了 不要到时候看起来很很吃力 然后再问我怎么怎么回事啊 那都是你的功底没有打好 知道吧 嗯 好 第一季咱们就到这就结束了 我会加快速度 然后录制第二期啊 外挂与网络验证 好 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